好同学我们继续来看一下五支六 宋元的学术与文化 那上次我们讲到了 这边 上次我们把这个 宋元时代的科举跟教育 还有所谓的这个 理学的发展文学的 这个发展都把它讲了 那现在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史学 好首先来看一下 史学哦 这个有一个新的创新的地方就是 北宋的司马光 不要忘记哦这个在王安石变法里面 我学到这个人他是所谓旧党的代表 那后来因为新旧党真 他后来呢被这个罢处在家里之后呢 他发奋编了一本书叫做 资字通鉴 那这本书跟以前的中国历史上的史书 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采取的方法叫编年体 把历史的事件按照 年代先后顺序把它排列 然后呢他是记载着 从战国 战国 那战国从三家分进 三家分进战国的开始 一直到五代 五代 就是梁唐靖汉州的五代 这个到了北宋的历史 他就不太敢写了 因为我们的读书人不太敢写 这个朝代的事情 所以战国到五代的这一段历史 用编年体的方式呈现 这叫做资字通鉴 他的作者叫司马光 那我们马上来做一个小复习 我们前念到的历史的史学 我们念过了一本书叫记转体 还记得吗 这个记转体呢 它是以人物为主体 人物为主体 那其中最有名的就是史记 那史记里面呢 它是以人物里面的皇帝的本记 跟一般人的列转为主 所以叫做记转体 那另外呢 资字通鉴 开启了另外一种方法 是以编年体 什么叫编年体呢 就是按照时间的时间轴 然后按照时间的顺序 把它编载下来 那它是从战国到五代 所以我们叫它编年体的通史 这样讲完之后 同学有比较清楚的了解了吗 接下来呢 讲完了史学 我们要讲的是 它的艺术成就上面有两个 一个叫书法 一个叫绘画 那宋元时代的名家辈出 那我们大概只讲两个 宋朝的一个 就是宋朝的皇帝 宋徽宗 宋徽宗 那它最有名的呢 就在这一幅图画里面 可以看到 这个花鸟图 还有它这个字体 叫做寿晶体 那宋徽宗的书画 书法跟绘画都艺术成分很高 所以它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家 但未必是一个很好的皇帝 那我们马上来查一下 这个奇谋里面查一下 这个宋徽宗的书法字体 大概长什么样子 同学可以看到 它的书法字体呢 展现了 这个笔画细手 在转折处呢 把这个所谓的风 长风 陆风 还有逼转 提顿等 痕迹强化 并且保留下来 这就是受晶体书法的基本结构 那我们再看一下几个 这个比如说像这个 你可以更有清楚看到 它的笔径是非常的 这个带有力量的 好 那现在我们还会在 这个就是它的受晶体 那我们还可以在这里看到 像老师的这个电脑里面 字形就有受晶体 那老师把这个维基百科上所 这个 Copy下来的字 然后用受晶体把它变化一下 就发现 哦 它的字呢 写来呢 非常的工整 那同学有机会可以多上网 瞧瞧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绘画上面哦 这个元代的赵孟甫 他是一个官员 那他最有名的这幅画呢 课本上也有 他也是我们故宫的国宝 他叫雀华秋色图 那这幅画呢 被认为是文人画 文人画的始祖 就是说他是借由画风去表达 他对朋友的思念 那在这幅画里面 我看到哇 这盖了很多的章哦 这个有个乾隆玉宝 太上皇 然后古兮老人的印章哦 因为我们的乾隆皇帝 太喜欢这幅画了 所以前前后后盖了好多个印章 你也可以知道说 这幅画在元代文人画的历史 这个艺术成就上面非常的高 讲完了这个史学跟书法 书法艺术成就上面 我们下一个要讲的是科技哦 那科技里面呢 有一本书非常重要 一个北宋的科学家 他的名字叫沈瓜 沈瓜写了一本书叫梦西笔潭 我感觉这个梦西是什么意思呢 因为沈瓜字梦西 所以他用他的小这个名字 好 这个写了这本书叫米笔潭 他记载了当时很多科学上的成就 比如说火药印刷术跟指南针 这些成就都出现在他的这本书里面 好 那宋元时代呢 再再说一次 宋元时代的介绍里面 有一本书是北宋 沈瓜的梦西笔潭 他介绍了宋元时代 很重要的科技成就 分别是火药印刷术跟指南针 那马上我们就来看一段动画 宋元时代是传统科学技术发展的高峰期 北宋审阔著有梦西笔潭 是一部包罗万象的科技百科全书 元代郭守敬 及历代天文历法之大成 左边的寿石历 一直用到清初 另外火药印刷术指南针 也有化时代的发展 火药方面 约在唐末时就已出现了火药武器 但至北宋初年 才普遍运用于军事上 而后随着蒙古西征传入欧洲 改变人类的战争方式 印刷术方面 北宋毕生发明焦泥活字印刷术 改善以往雕板印刷 不能重新排版的缺点 使印刷效率大为提高 指南针在宋代开始 用于海上导航 经阿拉伯人传入欧洲 成为后来地理大发现的重要配备 同学看完了 这个短短的两分钟的动画介绍 有开始对于这三大发明 有印象了吗 不要忘记火药 是唐朝末年 开始用在这个作战上面 它是在弓箭上面绑上火药 所以我们叫它火药箭 宋朝的时候爆炸的威力更强了 所以被称为震天雷 然后呢到了元朝的时候 随着这个蒙古西征 应该是说北宋的时候 这个被金人掌握这项技术 后来呢 这个又随着这个蒙古人把金给灭掉之后 蒙古人得到这项技术之后 又把这个作战方式用在蒙古西征上面 就呢就传到欧洲去改变了欧洲的历史 好接下来印刷术上面呢 北宋毕生发明了胶泥活字版印刷术 以前我们的这个印刷呢 是印刷在那个佛经上面 它是雕板印刷 可是只要刻错了 整个板子都不能用了 那胶泥活字版的用处就是 这一块一块的 好我们是只刻一个一个像印章一样的 刻错了没关系 这个不要用就好了 我们重新再刻一个然后再把正确的放进来就好了 这就是胶泥活字版印刷术的优点 就是说它能够重复的利用 那这也使得我们的印刷的成本降低了 有助于教育的普及 那印刷术也一样的是在蒙古西征的时候传到欧洲去 带动了后来欧洲的文艺复兴 那指南针呢在中国古代叫做斯南 中国古代叫做斯南 我们第一次念到指南针类似的这个记载呢 应该是在皇帝时代 他发明了指南车 有印象吗 所以代表中国人都一直可以掌握这项技术 到了宋代开始呢 他把它用在海上导航上面 那我们知道海上最重要的商人就是阿拉伯人 也随着阿拉伯人把这项技术带到了欧洲去成为日后地理大发现的重要配备 好那我们马上来做一下复习哦 宋元时代的三大科技成就还记得吗 第一个是火药 那我们就找到了一张照片 这是这个蒙古人所用的 他是在陶土 陶土哦 里面塞上了这个火药包 然后呢 里面还有尖刺的铁状物 当这个东西爆炸的时候 那你不只是给那个这个陶土给这个刺伤哦 他还会被里面的金属给刺伤 所以他的杀伤力极大 那这是火字板印刷书 每个字都可以取下来重新组合 那这就是印出来的样子哦 那指南针呢 这本来是海上的指南针 他是放在一个盘子里面 让这个这个指南针可以转动的 后来阿拉伯人把它变成了罗盘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现在所使用的指南针 那他的影响性有什么 我们开始来想一想哦 火药改变了战争的形态 火字印刷术呢 使得这个教育更加普及 他也是近代火字印刷术的先驱 那指南针随着阿拉伯人传到这个欧洲去 使得航海技术更加的进步 那同学我们已经讲到了 讲完了宋的学术跟文化 现在我们就用新制图来做一一的描述 首先我们宋的学术文化讲了几个呢 好 第一个我们讲到科举跟教育方面 第二个我们讲到了理学的兴起 还记得吗 第三个我们讲到文化的发展 好 那这里科举跟教育里面 它牵涉到价值观 就是当时已经出现一个观念叫万般 接下品 唯有读书高 好 那这个情况下科举就变成了中国能够变化流动 教育阶层很重要的一个方法 好 接下来呢 还有一个方法就是教育 那教育呢 就是这个盛行于书院 当时的讲学风气自由的书院呢 使得教育事业更加的发达 尤其是私人讲学的风气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进入的是理学 那什么叫理学 理学就是新儒学 它结合了这个唐朝流行的佛教跟道教 两个思想 再加上本来的儒家思想 再说一次 儒道佛三家的思想 变成一个新的学问叫新儒学 也就是我们讲的理学 那它强调的品德的修养里面 谁最重要 就是朱熙 南宋的朱熙及理学之大臣 编了四本书 分别是 《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把它编在一起叫四书 他为他做了注解就叫四书集注 而这本书很重要 因为理学后来就成为中国历史上 很重要的思想了 那因此 元朝的时候 它成为科举考试的教科书 叫定本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文学的发展 然后这边老师都不小心泄露了一个哦 第一个 文学 第二个 史学 第三个 书法跟绘画 第四个就是科技 我们再说一次 文化的发展里面分为 文学 史学 书法绘画跟科技 那文学里面最重要是宋代文学的代表 如果唐朝是诗 宋就是词 那有两个 我们只讲两个有名的词家 比如说有个叫书氏 另外一个李清照 答对了 好 接下来呢 元朝的代表 宋朝是词 元朝就是曲 好 那曲呢 有两个 元代 元曲四大家 我们只背两个 叫光汉青 写斗儿渊的光汉青 另外一个 写三曲 这个天晋沙很有名的马志远 好 那史学上面呢 最有名的是资质通鉴 他的作者是谁 北宋司马光 打破水刚的司马光 他是写战国到五代的历史 他是按照什么来编 编定顺序 编年体 按照年来编定顺序 所以就是编年体的通史 那书法里面最有名的是宋徽宗 他的书法叫寿晶体 另外一个呢 就是元代的赵孟甫 他的雀华秋色图 非常有名 是文人化的始祖 好 那科技上面呢 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 谁 好 这本书呢 叫沈瓜 或念沈阔都可以 写了孟希笔潭这本书 他记载了宋代的三个成就 好 第一个看到这个就知道是什么了 火药 好 第二个呢 印刷术 第三个看到这就知道是指南针 那火药呢 是用于军事上面 随着蒙古西针带到欧洲去 印刷术呢 一定要讲 有一个人花了毕生的精力 好 发明了活字版印刷 他是谁 他就叫毕生 北宋毕生 好 发明了交尼活字版印刷术 接下来指南针呢 是用在海上航行 宋朝的时候开始使用 那随着这个阿拉伯人带到欧洲去 成为地理大发现 很重要的工具 所以同学这边不一定要写地理大发现 你可以写上阿拉伯人 然后再把它演响为地理大发现 心智图就是 你在做这个的时候 沿着这个你的思想脉络 沿路思考 这样子有助于你背诵 希望对同学你们是有帮助的 那同学我们已经讲完了五支六 我们马上来做一下五支六的题目 好 首先来看一下第一题 二死是小 诗节是大 是宋元始以后对许多十首明节 好 这种重视品德的观念 当时是受到哪一家的影响 受到理学的影响 这点非常重要 这考试常考哦 所以到了宋朝之后 其实女生改嫁的现象非常的少 所以也出现了很多的贞结排访 都来自于朱细的这个观念 二死是小 诗节是大 所以重视的是明节的概念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下一题 好 万般皆下品 唯有读书高 这个思想形成于中国哪一个朝代 宋代 接下来看第三题 中国儒学历经了魏晋隋唐的发展 后来变成了宋代的理学 这也受到了本土道家思想的影响之外 还受到哪一家的思想 好 答案是 答案是佛教思想 所以我们讲的 如道佛 道家佛教的影响 那有时候也会受到了 也有人说受到了一点点道教的影响 好 接下来我们再往下看第四题 我们想要研究战国到五代的书 可以参考何者的编年题的史书 这本书就是司马光的资质通鉴 从战国写到五代 好 接下来指南针经由何人传到欧洲去 海上传到欧洲去的是阿拉伯人 好 第六题我们看一下 这是某一个本书的章节 他讲战或下君臣难度 所以到南边来 然后并且在林安建都 书长熟天下族 代表米 在南边已经开始示众所谓二手道 诸熙礼学之大臣 最后义族徽君国作断 所以他是亡于那个义族的 所以这题是南宋史话 好 我们立刻交卷 答案100分 那我们上次五之五也没有讲 所以我们这次要一起顺便复习一下五之五的内容 好 首先来看一下 中国古代城市里面住宅区跟商业区是分开的 这种商业区跟住宅区分开的情形 因商业兴盛而被废除 我们讲仿氏分离 后来变成仿氏合一 仿氏制度的分 这个废除是在宋代 所以出现了业势 第二个 哪一个朝代使用胶纸 宋代 北宋胶纸 南宋惠子 元代宝钞 不要忘记了 好 第三题 宋代的社会经济的恢复 农业跟手工业的逐渐发展 因为哪一件事情的发生时 粮食充足而出现了书长熟 天下族的现象 就是找熟到的引进 好 接下来看一下 这个是瓦子春秋 其实瓦子就是他们的说书房 就是那个宋代的说书房 那这个地方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会呈现怎么样的情形呢 好 既然是宋代的 应该就是有夜市了 好 那美洲的白银 这是明朝 美洲白银流入中国 所以第二个选项是明朝的 那凡事都用占卜 这是商代甲骨纹嘛 所以这个第三个选项是商代的 好 第四个 妇女穿着胡服 自由穿梭在大街小巷之间 这是唐代的 所以我们讲的这个瓦子春秋 它是在宋代的临安城 所以它是夜市 这是符合的 接下来看第五个 清明上河图是谁画的 张哲端的清明上河图 好 同学经过这样的复习 有没有清楚的概念了呢